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腿 今天一樣要來跟各位分享 三國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那我們這次要來挑戰的是新一期的奇測挑戰 以異代勞的刷分陣容 那我目前最高成績是6億1566萬 那接下來就不囉嗦直接開始 那我在陣容的搭配上是這個樣子去做一個配置 那我有做過相當多的改動啦 那我目前測出來最高分數的陣容是長這個樣子 那當然還有其他陣容的分數也不錯 那我之後會再分享 那角色練度方面 武術是一火覺醒 然後蔡文姬五星 鄧愛四星 接下來都是五火覺醒 那神兵方面 我是使用扇子加葫蘆加龍鳴槍 龍鳴槍等級不夠高的玩家們 可以選擇五星以上的蜻蜓頭刀 用這個最終減傷和防禦下降的效果 靈寵方面我是使用比翼來主戰 然後助戰是夫豬加龍象 那主戰我會選擇比翼是因為 我試過比翼跟靈浦 最後比翼比較容易打出高分 然後那潛能方面 首先魯術跟蔡文姬我都是選擇1331 然後袁紹則是1131 再來鄧愛是2212 然後王毅是2232 最後姜瑋也是2332 那戰魂方面我是讓姜瑋帶爆裂衝擊 其他的都是帶怒焰滅襲 那我自己測試過怒焰滅襲跟戰役勃發 這兩個戰魂 怒焰滅襲的話會比較好 因為這次的話是對方太容易全滅 所以我們帶戰役勃發來加快姜瑋的攻擊節奏 效果並沒有那麼優秀 所以用怒焰滅襲 我覺得會比較好 比較容易打滿9個回合 出現高分的可能性會比較高一些 那換五方面就是王毅 搭配三開效果即可 那沒有王毅的玩家們換成公尊戰 也一樣可以打到5億多快6億 至於能不能更上去這點我就不確定了 那我剛才還有研究出其他組 缺乏角色的陣容 如果各位角色不足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說 你們缺少哪一隻角色 再去幫你們想出更好的搭配 希望這次影片也有幫助到各位 我是雞腿我們晚點見 掰囉